二feed agna亂 瀰生 神僕 我路德違 什麼路德是韓國內的 整個阰宮ais 其實韓維的 bias 大家常常都在 在籃球跟術舞當中 遇到淺Sation 那什麼是淺Sation 我想說一個調查 是現場的教練 你有自己團隊的快攻的系統 而不是有系統比準 你現在有自己一套團隊的快攻 而不是比準 沒有 所以其實那有團隊防守模式 沒有 團隊防守模式 團隊防守模式其實有兩位教練 那是你自己學校的團隊防守模式 其實在講團隊快攻模式之前 我們必須要牽扯到對的防守模式 因為 所以 藍球的整權 從防守去發球 你第一個 你要防守 Defense 第二個 你要抓籃球 你好的防守之後 你唯一的目標就是籃球 就是籃球 有了防守跟籃球之後 你才能發動轉換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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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了轉換太多之後 你才有grish shot 你在選擇好的出手機會的時候 你才有好的得分效率 就是我們所有的一心感情 要一心感情 就是二打一的上達 三打一有效率的上達 有效率的進行 好 這個就要一心感情 所以在有外公模式之前 你必須要建立好你的團隊防守模式 就是在陽台大學的籃球生學 就是從伴場系統開始 我們訓練的時候 我們先訓練1對1對2的防守 進階到2對2 3對3 然後我們所有的防守 我們所有的防守 團隊的防守 在這些防守系統建立之後 我們再告訴我們 第一個 你上場 沒有任何的例外 你唯一要做的事 所以不管你是 偉大中空 超級的貌位 神殿的射手 你要做的事 就是B-Mate 每一個球員 我們都不告訴他這個團隊 就是B-Mate 所以不管你在任何的位置是什麼 你必須要防守 你防守之後 每個人 防守的時候 幾個人搶300 在場上 五個人搶300 你知道嗎 在進攻的時候 幾個人搶300 幾個人搶300 對 每一個學校不一樣 每一個教練 每一個教練 都比你上場 幾個 四個 打四個 九個 沒有 在場上 在場上 你的隊伍 那位教練 在場上的隊伍 想進攻 來打球 四個 打四個 沒有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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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比出手的人 沒有出手 而且這是這位教練的 整個 進攻籃板 所以我說的 沒有對錯 沒有 學校附近是一樣的 兩班大學的 整個 進攻籃板的哲學 三四五號 越大各者 永遠在進攻保持一個三小 二號球員 從有攻擊感 遠色 函的一個人 叫成平板 函板 拔球線之外的成平板 都是二號球員 任何進攻 一號球員 只要看到 其他球員出手的時候 一號球員會不會到 然後 跳球 圈 後面 最後一道 鞋 那些兩班大學 有些大學員 都會在這邊 依照運動能力的路 所以 你在最沉醉的時候 永遠不可能有 脫衝到外國 非常非常多 台灣的球員 然後 然後放士大陸的 那些基因 只要從一頭 你就會看到我 我 我就知道他沒有 他就是被捕 球員沒有抓到籃 然後你看到你的隊友 拼牆 199 對 215 908 220 你那槍那幾 那 還是說 可以 可以 但是 我們是籃籃 還好 最後一點 我們 我們 團隊籃籃都要三次 第一名 抓到五次 所以 每一次都進來 你哭二次 你遇到 在戰術 攻擊上面 你強壯到五次籃籃 你的勝利在九次 你遇到 所以呢 你一定要 就要到你的手 沒有 好多習慣 在 在攻擊上 你在防守的時候 一定是五個人 進全力請到籃籃籃之後 你才能 你才能 轉換成 快攻 公司更新 好 才能 進階到 操作 跟 所以 所以 這個是我剛剛 跟周圍先生講的 就是說 你在建立 整個 團隊快攻系統的時候 你要先建立 一半組系統 交到我們手連 這樣的一個概念 要不然其他一切都通過 因為你沒有來 就沒有快攻 你要依照 你要造成對方十五個 轉換成的 這個轉換快攻 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 這是特殊狀況 比例是非常低的 因為一個好的球隊 他的平均十五個 不會超過十三次 所以 你轉換成 他動不超過十三次 然後這些 球攻 融合的十五個 可能只有六七次 所以 你一場球 只要到這個六七次的速度 即使你成功率百分之 也只有十分左右 所以 我們在講 團隊的快攻模式系統的時候 我們會先講到 團隊的 整個半組的防守模式 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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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ession Push out 防守 藍板 轉換快攻 跟選擇好一個出走機會 這是 在建立快攻模式 需要知道的一些概念 一些概念 好 現在 我來解釋 原來大學的 整個 轉換快攻的一個系統 好 我需要五名球員 一二三四五號 我們大家都 希望把這個類型 一號就是 我應該要 二三號 全部 四號大學中 超過 所以在細節上面 我們先夾五個人 再修理 一開始 一開始 我們會在這邊 測試 一號球員 在板橋性的臨前墊 二號球員 在這個底角 四號球員 在踢前墊 五號球員 在這個角 三號球員 在這個角 四號球員 現在我們講轉換快攻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在踢的任何的費得分之後 四號球員要進入八球 好 所以我從一號開始轉 一號球員在轉換快攻當中 他必須分成三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 在踢形線進去這條面線的延伸線 到對面的來框 我們都稱為Zone One第一區 這是後衛最棒的區 因為這一區你可以做直線攻欄的動作 你可以做兩邊的攻擊 然後你的空間是最大的 然後呢在拔球線延伸線呢 跟這個邊線呢夥伴 夥伴的這一區 靠近去的這一區 我們都稱為第二區 第二區還是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去做很多全面的轉換快攻 那在邊線到第二區之間 我們稱為第三區 我們不希望後衛在這一區進行進攻 因為他只有一個選擇 好的防守球隊的時候 我們說這是牆邊 所有牆邊他會抵耐你 不讓你接球 落邊在中間他會建立斜防線 所以你傳球的方向變成只有一個 他就是希望你在後面不斷的倒船 後場有幾秒進攻 八秒進攻 所以他希望你在後場製造失誤 當你大角度的倒船的時候 向空中不斷的倒船的時候 就有什麼機會 就有操球的機會 因為你球在空中非常非常久 所以你位置站得好的時候 你就有操球的機會 所以我們不希望後衛在這個區域裡面發動進攻 所以當球下籃板的時候 這個後衛會做一個香蕉的接入 做一個banana card 做一個banana card 然後四號會把球傳給他 這個時候他會向第一區進攻 至少他會站在第二區 所以他在這邊進攻的時候 我們的兩翼起飛的時候 所以一號在這邊 一號如果在這邊拿球的時候 二三號球會沿著邊線跑 所以當我們確立籃板球的時候 我們的箭頭就沿著邊線跑 在後場的時候 我們教大家一開始建立起習慣的時候 培養好的習慣非常重要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希望這個兩翼在後場 持續中全數的 到了跳球線之後 往你的內側接看 所以他沿邊線的時候 這邊他都過來 因為這個後衛推進的時候 在這邊大概一秒鐘 全力充斥的過往這邊 到時候 過了這邊 你採摩你在那一刻的景彈 看 看你控球後衛 到什麼樣子 你飛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的前面沒有任何人 他是我的封箭 我是跟他人 如果你的前面沒有任何人 你只要超過任何 任何防守的肩膀的時候 你就要向滿牽 比如說我是防守 這位七號球員 他已經接到球 我全力回防 對不對 他只要超過我的肩膀 立刻我的南方 做攻擊 所以為什麼 我們球標這邊就是 都打少 對不對 後面也沒有 所以 在國警跟著他的時候 他一定是沿著邊線跑 因為他要讓一號 有最大的空間 還有防守 有最大 防守要移動最大的距離 才能守到底 這是增加防守的困難度 所以 兩一會起飛 五號球員 在籃板下來的時候 立刻往籃框跟免澤區 你要有一個想法 籃框下面的 在免澤區這邊有一個 你無形中的把它畫一個大叉叉 所有的中鋒 就往那個叉叉衝 過了半場 球過半場 才開始算打 所以呢 你必須要在這邊牽制一個人 要求 要求 五號球員 你就是要往來框從 五號球員一開始 我們在建立他的習慣的時候 我們希望 在後場他還不看球 他全力衝刺 到了三分線的時候 他開始找球的方向 在三分線的時候 照理來說 衣服壞過 機會很多 你常常看到 Cracy Day 你是有衣服壞過 他的基本功能就非常好 只要有任何人在我們 沒有 他一定會在滑球線 停下 把他卡在外側 所以什麼 夢球員在中萬中鋒的時候 他就有這個空間 可以比較到積極 到積極 到積極 因為他的前面 沒有 他的積極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如果積極 到積極 這個空間 會很簡單 空間 他會有非常大的 空間 可以做 擺擋 前 對 他這麼大 所以 如果兩頁射手 切字的話 射手密地在裡面 射手密地在裡面 你看一下 他的一個空間 會有多大的一個差距 他一定會可以 防守第一個原則 就是複子切入 所以他切入了一點 如果他一定會先複子切入之後 他把球投擾之後 然後投在去干擾他 他們 因為射手密 因為射手密 用這個力 從來 要到 所以你要要求 他的前鋒 要到空了去 然後呢 如果他沒有這個進步 這個 你後一說 你才回頭 接一 你才回頭 接一 先讓他有一個 讓你進步 空間 所以 這是空間 這是空間 空間 所以空間 空間 所以一號 在運球的時候 五號 我們立刻的摸到這個叉叉 所以五號 我們在這邊要走 好 四號 永遠的在 中球員的 反向 反向 因為我們同學 在右 我們四號球員 容易在左側 跟他 保持 一定的距離 好 這個就是 反對快速公司 的建議 常常開到 恐慌 恐慌 的不在 是有這邊移成的 好 這就是反對快速公司 所以 如果他 他比腳 接到球的時候 表力的 會到滑球線 連陣線 五號 沒有跳到球的時候 他會在 球面 球面的 背景之上 所以 我是四號球員 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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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任何的戰術 都可以 在這邊發表 所以現在 很多的戰術 我們所謂的 都還要 四個在 拔球線之上 一個 在拔球線之下 這就是說 我們也非常適合 台灣的球隊 因為我們沒有高大 好 所以 在這個 模式之下 我們可以產生 多的一個態度 好 所以 退到原點 等到快速公司 建立之後 我們就可以 教極光系統 比如說 DRIVE 提早掩護 提早雙人掩護 這就是團隊 快速公司的建立 好 所以 待會四號發球 一號做Banana Cup 在中萬接球 兩億走 所以 一先傳二 一二快公 回來的時候 一傳三 一三快公 然後再傳一二四 一二四就是拖車 一傳二的時候 四號 五號 是第一拖車 要球沒有之後 他會到白點 我們先傳一二五 一二五 所以五號 一傳二 二傳五 快公 回去的時候 一二四快公 最後 一二一快公 我們用走的 也念一遍 所以Banana Cup 把香蕉切入 這時候 用走的沒關係 兩億走 一傳二 團球上來 前鋒過交叉 前鋒停 停 對 前鋒在拔球線以下 就交叉 所以他上來的時候 你就變成這一億的前鋒 這一億的前鋒 所以 控球後尾 在拔球線 控球後尾一定要說 好 讓你的中空知道 都是四號版 如果我現在中空 我抓到籃板 我聽到 好 好 我就是知道 我南風的主持人 第一次傳球接回控球 他這個時候就是 從這邊解錄 然後一傳三 對 上來 四號 都是四號檢球 都是四號檢球 然後一傳 一二 一二五 一拖車進去 然後一二四 五 一拖車 停 所以一號在這邊對不對 五號 永遠往藍宮這個叉叉走 然後五號找什麼 五號永遠跟著球 跟著球要求 永遠跟著球要求 所以球在這邊的時候 五號去哪裡要求 一秒鐘 兩秒鐘 在這邊要求 所以這邊會有 在白點之上 你才會很好的進行空間 這邊會有一個人牽制他 如果 如果他不爽 那當然五號要求就進行 所以 這時候牽制一個人的時候 二拖車進來 二拖車會有上來的一個空間 然後最後 一樣 剪球奧淚 一二一上來 這是我們平常 最常用的一個快攻模式的訓練 要求是 其實齁 嗯 我在四大運 結束之後 我有非常深的一個感受 我們這個球員的比賽經驗 確實確實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 執行力 我猜我們 有二十三個世界各國的代表隊 我們這個執行力應該是最差的 絕對是最差的 從數據上面你就可以看出來 而且呢 球員非常非常容易放棄 我在四大運打了七場球 前面三場 這些球員 不是不敵 他是沒見過世界等級的選手 所以什麼 他連球都不敢運 球都不敢運 這些人是誰 這些人是XPL的新兒皇 各隊UBA的一根 中華白巨年的成員 我們在國內做訓練的時候 通殺 沒有人比他大直 我們在對法國澳洲立陶宛的時候 世界排名第四 第五 第十一 兩百一十六 PKROW他都秀到這邊來 每一次 所以什麼 這是執行力 所以你在跑快光系統的時候 你一定要要求你的球員 執行力的重要 一號 每一球就是喊Outland 就是BANANANKA 四號 不要讓球落地 好 熱身一下 熱身一下 不要受傷 我們現在只是演練 我是說真的練習的時候 所以現在可以 現在可以 不要受傷 現在可以 五號 就是對著籃框跑 如果你整個系統的空間錯誤的話 你會發現球場上 空間亂招招 前鋒 在球場 互相交叉 五號 邊 五號街球 一撞到五 一拖車不見 二拖車不見 所以什麼 整個系統就亂了 所以如果你要建立系統 你要嚴格的要求球員 所以我們剛剛 待會兒就到這樣的模式 沒關係 先跑慢 先跑慢的 讓各位教練知道這個模式 但最重要的是空間 很重要 還有聲音 聲音 聲音可以解決團隊很多的問題 碰球尾 一傳二的時候 你有機會的時候 抱抱抱抱抱 我上我上 然後我撿我撿 交叉之後 一傳一二 一二五 五號拖車 五號拖車進去 五個人就可以解決場上很多的問題 即使你是第一次跑這個快攻 我們用百分之五十的力量 位置比較重要 準備 五號 記住一個面子後 連邊線跑五號 走了 五號 五號 到哪裡開始找球 不要一直回頭 不要一直回頭 四號 四號永遠接球 你一聽教練講什麼 四號永遠發球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這些細節的位置 他們第一次 已經非常不錯 他們空間呈現得不錯 但是 呃 身為一個教練 我們一定要發現 球員的缺點 你們先坐下來 是不是 一定要發現球員的缺點 比如說我看 我看到 我的前鋒 他大概跑在這一個位置 但是我們叫他沿哪邊跑 沿下 他如果跑到這個位 這兩個就是皮膚的差距 就是執行力的差距 就跟卡位一樣 我的中鋒 五號 永遠能再回頭快 所以在跑的時候 他有點 一直著急 這個速度是怎麼會怪的 不可能會怪的 所以你要讓他相信你的行動 在他後場的時候 你叫他不用看 因為 跑的後衛 不會在後場的時候 再推給你球 他絕對不可能這樣給你 而且 如果 你的前鋒 永遠跑在五號的後面 那我建議你 把前鋒換掉 所以前鋒是劍頭 他大部分都在五號的前面 所以你在過半場的時候 到三分線前面衝刺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這邊前鋒沒有球 你立刻的回想 球一定在那邊 還在四次 所以你還是 還在上下的東西 所以你趕快換弄速度就變壞了 所以四號 你一定要發球之後 然後跟後衛走白相片 好 所以好 我們現在再一次 把所有細節做好 沿邊往 交叉的時候 第一發球線 後衛 後衛 四號永遠在一號的環下邊 好 準備 Go börjar 5號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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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小球 很好 好 非常好 最後拖進了 要求 叉叉 再拖跳跳 好累 好 非常好 很好 第二次的時候他們就是執行的 比較精準 所以在進階的你就可以要求 秒數 好 秒數 我們一般在開始續練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講28秒 28秒就代表 你可能球傳得不好 走路 沒有盡力好 但是你知道這邊快速的不是 到最後我們會 最終我們會進階 進階到24秒 24秒就是你要非常順暢的 傳球每一個人全力 從落地 上籃都進 你就可以完成 胖24秒 好 第六胖 我們會加一個彎效 最後呢 在依照你的戰術當中 在依照你的戰術當中 執行最後一擊 給他14秒的時間 他必須在5 5 4 3 2 做出一根棒的選擇 是5個人做出同樣的一個選擇 這就是我們在5人外國的系統當中 最初步 需要見過 再說一遍 第二 你後衛一定要在中外衝突接球 2號球員 3號球員要沿邊線跑 4號球員永遠在控球的反方向 5號球員向籃走位 對籃 這是一個狀況的原則 如果你的4、5號 學習了這個原則之後 誰靠近籃球或者球 誰就發球 誰就是發球這個 但是你不要一開始就叫他說 5號 如果5號比較靠近球 就5號抓籃球 4號球 4號比較靠近球 就4號抓籃球 5號球 如果你一開始就教導球員這樣子的話 不是說沒有可能他一開始就學會 但是一照我們的經驗 大部分的人都會去搶個8球 因為什麼 不用跑 他在這邊他可以在後面 因為4號 我們稱為4號叫安全員 他永遠在1號的反方向 就是1號遇到包加的時候 他必須做球的轉移 或是1號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必須做一個轉 然後他不敢回頭幫1號遇到 這個是相對輕鬆的 但是上籃走位永遠是非常辛苦 就比如說 我的345號 3號抓到籃板 1號兩邊OLED的時候 5號看到3號抓到籃板的時候 他是百分之百的 這邊的3分線到那邊的3分線 我們稱為快速區 叫B中 他在這邊要潛伏 到那個叉叉 不管有沒有任何人的地方 他都要做到一些事情 老實說 這是台灣的中國 第一個 我不認為台灣有中國 那他們都認為他們是中國 那我認為 李德威 陳冠神 這次代表隊的成員 而即使跟曾文鼎 曾文鼎不覺得他是中國 我說台灣沒有中國 每一次我們在教PK 我叫他秀出來的時候 才到210幾他就秀 台灣的中國 有別人說鬆 叫做鬆的精神 像姚苗一樣 旁邊很大 他出去 像姚苗一樣 在那邊很大 然後我們去其他 他在那邊等他幾乎就被灌 然後人家隊伍跟199的中風 216 笑笑笑笑笑 Numbay 整傳球的這樣 所以我說台灣有些很通通嗎 我不是去 我不是去 降低他的心情 我跟他講說 你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全能的球員 你只有67 但67 那些NBA都是我 都是全能的球員 他給他講 我遇到很多很多的球員 我就練 我想關心 因為他從高中 所以他從問題就高 到大學 他想學習 找到外面去 我說好 沒問題 教練 像從5號轉到3號 我說當然可以 教練修行轉到1號 如果你是轉到1號那對 所以我就說好沒問題 第一個你要練空之前 把球防止好 第二個 你想要轉到3號 你要守護住3號 而1對1的球 我就讓他要守3號 看他守得住3號 守得住3號 守得住3號 大部分的人 我想要轉型 但他都沒有投入 他一定要做的工作 所以回到原點 我說 你們不是 你們不是很通話嗎 你要把自己 當作一個全能的球隊來訓練 這表示什麼 韓國隊197 他們會不會投來 不會 其他國家197都設施 我們197就做過 但我們那時候 偷了鬼 他就是偷了 他是250 他都不要走 他就跌在後面 然後 他以後就不在前往前 我們花了7場所 腳症不舒服 過來這一次 第6 第7場所看比較 為什麼 他已經養成了 直接在後面的習慣 美國隊 美國隊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德州大革 173公分 大概跟三個一樣 美國不能防守 正常的防守 像GT一樣 GT有問題 可以換掉 你常常看到 7-3 Owned Prime Project 然後換掉 那換掉 他會被機會帶打 沒有 然後換掉 他只要任何人 打他的時候 173公分 會做 POP 在結果 一直跟他放著 念兩分 兩分 球就轉移 因為你不會看到 跟世界級的強隊一樣 你絕對不會看到 你一定看到 POP 沒有 球轉移 他再到另外一個地方 下去 在中地是沒有 這是什麼 我們一直在 教導他養成 好好的習慣 即使 你是 210以後 你是台灣人 你也要加上 更多的正確 也有可能 有可能的習慣 這是 這次在世界大陸 最大陸 最大陸 就是他們 沒有養成 好的習慣 如果你有好的習慣的話 你可以 拉圈 跟世界的一個差距 所以 一定要要求人中風 在這個XX要求 而且 每一次都要要求 因為 這一個 人的要求切子 中風的要求 必須在白點之上 你要是要在白點之下 可以設計的空間 可以打開 這一個要求 是可以牽制一個防守門 讓他要求得起 所以每一個要求都會有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防守者 你會跑到 結果 通常會產生成績 百分之五十 後面還會開啟 他的辦法 台灣球員 不被對手 哪有 太多了 其實我 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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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給我一個球員 給我一個球員 如果 他在這邊卡 那 我們要到處 其實我們應該不需要太多 因為 他是好的技巧的時候 他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 競爭的角度 完全拖進 即使太多 所以你看 如果 他在這邊卡 手不掉 這不換一筆成績 這個教練 覺得高 這個教練 都可以 我們再交 四分之三 完全在前 或者是二分之一 好多一種 我們要再交 四分之三 在前 對 所以如果 即使是他 我對 原本的要求 如果 我自己在保護保護所 來完成 保護的習慣的話 我一樣 我投在他的手 如果 我在他的手 四分之三 我讓他 看到背後 然後我把他可以 讓他在後面 所以 他覺得沒辦法 傷害 但是 如果 我讓他輕鬆的解決 其中的解決 反正我投 他就可以 下來 因為他 離不過一角度 面對來的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但是 他就會被殺害 這就是求援的 不是 這個習慣 除了力量成 我們 我們叫做白禮 叫戰爭廳 這個戰爭廳 也不像保護一樣 也不能讓 那些經驗 在那裡接 所以 如果 即使是 後面要擔心 我是一個超大 那些人 都會一度 在選擇中 讓他不要太大 可以 他全身 無套約 這樣 轉移球 所以 就是 就是 保護這個戰爭的地方 所以 反過來 我們常常 球員有個習慣 這樣 在雙方上 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這個人 一定要先 這個人一定要在 如果他到 輕鬆的 這個 往前進去 就是 往後 這就是 組織的 線索 我們 在第一位 看他的時候 這個是 我們台灣 台灣選手 澳洲的選手 我不怪他 我們兩秒 就被 入到 入到 底下 兩秒 兩秒 你能想像 兩秒 怎麼樣 他是兩秒 兩秒 後 兩分 所以 代表什麼 如果他 如果他有 原力 靈活 有防守的 逆勢 那 防守的 意識 那 防守的 所以 他沒有防守的 意思 都會 兩分就不見 我們所有的防守 都會解決 成為快 這就是什麼 防守的意思 所以 在轉換快動 你一定要 教武的話 不行 你一定要 教武的話 在一個插章 跟戰爭 積極的要求 牽制一個 牽制一個 防守的人 所以到這邊 是最基礎的一個 轉換快動的 用線 跟模式 有沒有教練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介紹 比較 基本的集中性 也就是 early offense 沒有問題 來 五個球員 剛剛五個球員給我 好 好 我們現在已經推進 推進到半場了 推進到半場了 所以什麼 射手就位 控球會不會主球 五號再擦擦 四號再來 控球員 還有五個 防守球員 五個 防守球員 對 看到我們在轉換快動模式的時候 球在底線 就是這個球 球 這個後衛已經 沒有 球在底線 這個後衛 已經沒有任何機會的時候 這個人要想辦法貼球 所以你要想辦法貼球 發電線 這個人要想辦法貼球 所以你防守牠 幫牠 去想辦法貼球 好 所以牠在這個位置 天球的時候 五號就在排頂上 做牠的位置 好 一有機會 我們幫我們這些 七二五的排檔 如果送進來的時候 任何送進來的時候 這叫 內線的反應 那我們只要任何送進來 的人 你有 三個方向點 一個 一個 像底線切入 所以就是 這個突破 為什麼 用力量在排點之上 如果牠在排點之下 牠在這邊接著 牠會 牠會 牠這個低率夠 有五間指針 一條路 所以如果是我傳給牠 所以 我們有 我們有 鄉下切入 因為在這邊 完全沒有辦法貼不起來 好 所以牠在排點之上 所以 就是你 所以我傳給牠 所以我傳給牠的時候 你傳給牠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走這邊 這邊用 攻擊藍花 那當然 你可以選擇 左這邊 一邊夠 攻擊藍花 你可以選擇 擺向遠步 在這邊擺向遠步 好 好 這樣來切入 所以在 在你們送中 的球之後 我們用一道底角 我們做 三種選擇 像底線 像中間 跟反向遠步 因為一道底角 不是你 所以 我們在這邊 所以這個牽扯到 很多防守的人的理系 一定 也一定要這樣做 像我們是這樣做的 我們 我們球到底角的時候 我們會在 人跟球的中間 在人跟球的中間 在人跟球的中間 替你朝底間 做血 所以這是一個中間 所以 他如果 往裡陷阱的話 我們會像這個 直線 所以你看看 這個射手 就是這個中空 擔擾的空間 空間沒有 80% 會發生 在球場的另外一種 機會 所以 拿冷盒 他如果看到 中空 基本工作 一拿到球 他一定會看 80%的機會 他不會看 20% 所以 他一下子 我們就必須要看 他的腳 他如果一轉出來 我們是一邊 體系 所以我們的 隔右腳一套出來 後 我們一腳步一動 我們就限制他 在這個腳交裡面 做一個 對一個發揮 所以 在我們傳到 弓弓的時候 會激勵到 一掃完 就切走 一掃完 就切走 切走 跟他切走 讓這個裝空 有好的機會 然後 POSE 你要選擇 你腳要一個射手 四四 要一個射手 四號球員 你可以選擇 站在 ROAD POST 你有外線的話 你可以選擇 站在I POST 這個位置 一號球員 你不要超過球的 強編 因為 如果 你 你在強編的時候 這個人 這個人 完全會 可以站在 兩根球的空間位置 好 所以 如果 你站在這邊的話 你的距離會是最好的 對 手上一切的人 如果 你手上一切的人 如果 你手上一切 你手上一切 好 如果 如果 是這樣子的手的話 那是 非常非常 因為 往外圍的空間 通常 遠邊的這個人 就會立刻空間 空間 空間 然後 我會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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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邊的射手 不錯 這邊 換一種 保護手 你們換一種 再換一種 你要這樣子 他已經吃到什麼 因為 如果你 這樣子的話 已經把你加 開一個大環道 進去 所以 很多人都可以 而且 他可以單打 他可以單打 所以我不希望 在球邊 有選手 過去 有球員過去 他其實過去的時候 他不轉 他力度會移到 籃框的中線 所以 如果他 那時候 球在這邊 你會怎麼走 好 如果他 他這樣走 然後下手 他下手 你會怎麼回應 你會怎麼反應 幫忙 如果他幫忙 我才會移動到外出 所以下手 幫忙 我才會移到外出 去做投擔的 這個問題 好 所以這是 跟風接球系統的反應 然後 然後 回到第二 接下來 就是要介紹 你自己幫忙的系統 好 所以一號 在這邊一球 沒有機會的時候 四號 我說四號 來 手讓我自己人 用手 人命 我們現在叫你 四號 就在手的反向 我們這個叫做 就是提早演技 所以我在向臺 先入之後 在他的後側之後 立刻去做一個 去天落 攻擊 然後造成 他們這邊 有落 走 走落下兩個 所以這就是 nossosiquIL 如果他幫忙 就測試 補 blev的機會 以現空光 就有機會 好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風接文 要踩開的時候 好 讓地次有孫IL 有援的機會 好 所以 轉海的機會時候 你們是在底角 所以四號 他們是在 1號的反向 1号件數 先退 先退一點 好 所以我們走到 afar 所以我手上刷工是這樣子 走這個人 所以我手上刷工是這樣子 如果沒有機會的話他會拉到左邊去 這個時候我會立刻做一個領域 如果他換掉 就是me max 我們希望me能夠在外圍攻擊式 士能夠在內線 這是一個方式 這是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待會 待會選舉人認識的方式選到選舉 我們投來的時候 搶到籃籃的 就照剛剛的外國務協助招 你可以打 1 2 5 任何的外國 沒有機會就打出來 好 打給你動 都到這邊 到這邊 手人一人 搶到籃籃的 走 來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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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界 出界 再來 再來 任何 來 場上的球員誰知道 都到這樣子我一定要這樣怎麼辦 來 失控球 很好 完全誤會我的意思了 來 失控球 失控球 要扶下去 你的球 跟你的寶貝一樣重要 把它當成你的寶貝 那失控球 就把它扶下來 當然以不受傷為險 剛才只是叫你的概念 跟直擊力 把籃籃卡過來 卡住 你為什麼 他往頭來的時候 有人要來一碰 對 發球 突然被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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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手 接到直接 不要太緊張 你們太緊張 太緊張 來 接到接 對啊 對阿 來 接到接 接到接 再差一個 再給他 看這邊 你不要打架 你不要打架 然後手上面再進來再打架 不要動 不要動 你看 不要動 所有人不要動 不要動 當家說不要動的時候 就不要動 因為教練要解釋你的空間 我說不要動 不要動 你還從這邊動到這邊來 所以你看看 我沒有回覆線上的問題 我沒有空間上的問題 有 有 有幾號 有4號 4號 4號 他已經拿到陽光劍 這幾天 但是如果4號握手的話 如果1號你幫劍手的話 劍手要沿邊線 沿邊線 5號咧 5號在這邊 你是2號 你是2號 我不是說 2號 3號 4號不能接應快攻 但是你 看到4號接球的時候 你的攻線你就會有越好 5號 5號就好 所以什麼 你的空間調一調 好 空間調一調 對 紅的把藍本抓下來喔 好 預備 用 記住吸血 好 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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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停 來 停 停 剛剛走 這樣卡位的幾個 1 2 3 4 為什麼你怎麼賣得 你怎麼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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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每一個人 都喊卡位 然後去卡 卡住你要的人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直擊力 來 GO 球場上應該有非常吵雜的聲音 不用擔心我 就繞貼貼就好了 你記住犯規了 你怎麼賣得 謝謝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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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力 打力 好 好 停 停 我們這邊再來一次 所以什麼 即使 我認為他們的身材比較好 也許他們是先發球員 但是他已經2比0落後了 因為什麼 沒有籃板就沒有轉換快空 沒有籃板就沒有轉換快空 好 預備 GO GO 藍隊教訓他們 給他們來個8比0 來 GO 看 沿邊線跑 走破 太高破 4比0 4比0 我剛剛沒說 這是 4比0就是4上 好嗎 6比0就是6上 來囉 來 快 高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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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GO 快 自己 5 抱起來 要求 停 不要動 你在什麼位置 不要動 不要動 5 要動 到你原本的位置去 對 所以 你的位置的人是不是去幫忙 所以他沒有辦法包夾 好 你是4號球員 你是封線球員 你應該要往什麼方向跑 4 5號球員的功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說在交進階的時候 如果你是4號第一線 你沿邊跑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當射手 對不對 好 但是什麼 你過了 有沒有人在你前面 沒有 你要往哪個方向跑 往籃框跑 所以 共球位就有 傳球給你的機會 傳球給你的機會 所以這一則路線稍微好一點 稍微好一點 稍微好一點 待會 我們進階到DRAFT 如果你沒有機會的話 4號去跟1號做掩護 4號跟1號做掩護 來 來 超圈 預備 GO 來 籃板 好 來 很好 1號球員 1號球員 各位好 任何1號球員 所以在這邊叫雅團手的習慣 當你卡位的時候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比如說雅瑟 不要動 來 這個球已經放上兩位 好 兩翼是誰 兩翼 也在這邊 5號 他在這邊 放到 籃板球的時候 如果 他在你這樣做設計 你這樣做 對 他類似的位置 麻球線延伸線的位置 你要把空間拉到腳 任何的 要把空間拉到這邊 好 對不對 好 如果你在這邊 你在 在 在 反彈安卡的位置 他在我後面 5號下來了 所以你做反彈安卡的空間 這個時候 這邊就有位置 這邊就有 快動的機會 好 所以你任何你都要站在 Outlet的位置 來 再次 來 再次 這邊 一樣到這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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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邊到尖尖 哇 教練送你籃板 你怎麼可以抓到 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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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回來 再來 誰這樣傷害有可能有 他有可能受傷 不要開玩笑 這個受傷的不能開玩笑 你不要突然他在通通的推他一下 不要開玩笑 可以 夠快 不知道是線頭 好嘞 不要 你就不要 來 開始 開始 好 所以你看看一號傳球的位置在哪邊 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所以所有人轉換快速的原則 第一個 跑路來刮 第二個 跑路球邊 第三個 找牆邊的人 第四個 落邊血管 所以所有人都在往來刮跑的情況下 你長傳球球在空中很長的時間 你就有被操解的機會 好 如果沒有機會的話 打出來 就是四號回來幫你演 很好 剛剛路線已經非常好了 空間已經展開了 你會發現很多很多的機會 來 Let's go 這個就是 在訓練轉換快速的時候 你必須要強調他的空間跟路線 好 來 預備 go 快 四號球員 五號球員不要看 四號球員 GO 所以一號球員會有很多單打的機會 四號球員 誰是四號 永遠在球的反方向 永遠 所以什麼 如果你比五號快的話 你應該衝到籃下要求 沒有的話就直接上來擋 再一次 還不用 來 右邊 五號球員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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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一二五 五要求 四打 OK 教練說第三邊 四號幫誰掩護 一號掩護 所以什麼 你看看 剛剛他在那邊接球 對不對 他壓過他 然後五號要求 剛二號球做轉移 我說總共看工 你必須製造多打掃的機會 你當然可以向外做 做轉移 教練現在在練什麼 掩護 很好 你立刻去做這個掩護 掩護 然後 看看有沒有交叉的機會 PKROW 露出來 二打一的機會 有沒有 我們現在把執行住 技術教練的指令 我們現在在 在練什麼 轉換快攻的路線 空間 跟提早掩護 如果單向掩護我們做不會 我們很難進階到雙向掩護 好 準備 GO 中鋒籃板 四號 好嘞 GO 中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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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你已經進到那個進攻的區 了 我們現在如果沒有好的機會的話 練四掌第一的點步 四掌第一的點步 防守 不能夠換 你換就是BGM 你就會被打點 所以提到你的PKROW 動作手來 準備 快 好 太低了 GO 手 用 力 對 至少 夠了 好 唯金 剛才吸引 增天 如果你強力在旁邊的話 一個站在射手就射手都很容易 一個站在射手就很容易 一個站在射手就很容易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一個四號 再一號臉部 五號出來 好勒 停下 很好 五號要求 四年後 停下 很好 這就是二大一的機會 好 那個 OK 這就是單向掩護 那你就必須在這個練習當中 去訓練球員的判斷的能力 判斷的能力 好 那個藍色先休息 紅色我們在這邊做Double Jack 如果一號在這邊 四號在球的反方向 站到你的位置去 好 如果四號做這個掩護 剛剛我們叫這個單向掩護 現在我們叫雙向掩護 五號會 跟著四號的屁股後面 你的屁股 就是進攻球員的方向 所以進攻球員會朝哪一個方向 南方 所以我們在這邊做一個接地檔的Stack 同樣的一個 對 像一個樓梯一樣 你做一個掩護 好 這個有分直線的跟橫向的 所以如果四號做這個掩護的話 只要他過你的肩 你就到那個叉叉去 他過你的肩 你就胖爆出來 如果你是五號有外線 你可以這樣 如果這個中鋒的外線能力不佳 這個中鋒力可以做拼擋 不要動 不要動 在那個四號的位置 在那個四號的位置 叉叉的位置 立刻做下掩護 下掩護完 然後跳球 四號出去 所以這邊會形成一個很好的三角進攻 射手會牽制 來 回到原位 做一遍 那個卡到那個叉叉去 肉的時候一定做到那個叉叉 那個中弄向下 這是那個叉叉掩護的一個概念 來 跟我 那個 剛剛你要POP UP 對不對 你要POP 你就POP UP 來 再做一點 He can pop 就是擋完之後 像球的45度角 跳球 來 來 對 它弱 45度角 所以 這是一個很棒的POP UP 萬一的空間 那如果 它 外線 的密宗運募加 它是一個射手的話 它立刻會下檔 去做月亮 好 讓這個 這個單打空間變棒 回到原位 有時候我們Double Drive 我們會把兩邊的 這個風纖放在一起 所以七號到這45度 所以我們說 在快攻系統的時候 我們不浪球員和月球場 因為你會擋到一號跟五號的一個進攻的路線 所以如果你跑到同邊的話 你立刻牽制到底線 你只能從底線 繞到那邊的底線 所以如果這樣一個情況的話 Double Drive 第一個來擋 第二個來擋 GO 所以什麼 這邊就有D位單打的空間 因為那邊沒有人寫法 這邊就有POP UP的空間 假設 概念是 球在這邊 五號來擋 這就是最基本的雙向掩護 你的屁股是它進攻的方向 如果你要讓它走Under的話 你的雙腳就平行邊切 現在Double Drive做階梯擋人 做階梯擋人 做階梯擋人 所以他一擊過五號的下面的肩膀的時候 五號立刻下去要手 4號POP UP在他的腿部 這就是Double Drive 來 擋著上來防守 所以你在轉方快空模式的時候 你可以做單向的掩護 跟雙向的掩護 這個都自然形成的 都是自然形成的 所以這是球員的一個判斷 你要讓他去思考 這能不能夠自然形成 在那邊 在那邊 好 我們做雙向掩護的 好 雙向掩護的 防守現在先不能外 守到你自己的人 好 準備 開始 好 準備 所以什麼 先看內線的機會 你有沒有機會 你有沒有出聲 沒有 所以如果 你出聲就得2分 你要不要出聲 要 當然 如果我說BOU 就有2分 那我在場上喊20次 BOU 射手有機會的時候 不要客氣 BOU 要求中鋒 如果你要單打的時候 BOU 球就進來了 因為你不能要求 所有人的視線 都能夠看到你 他在一個嚴密的防守之下 也許他的視線被遮掩 所以什麼 聲音在場上很重要 來 有機會就喊出來 對 來 聽 如果你沒有外線能力 他是一個射手 你要幫他做什麼 的檔人 來 我們現在 預證你第一個檔 你第二個檔 第一個檔 你做第一個眼目 沒關係 你做第一個眼目 你可以從下面上來 所以我說這是自行判斷 你原本快攻系統 是不是在那個白點 4號是不是在球的反向邊 你是 在T型的延伸線 對 過來 對 你是不是永遠在 球的反向邊 當5號決定要幫他做PKROW的時候 他當然可以先擋 真的 防守跟著他的人 我是你 防守跟著他的人 OK 沒關係 你這樣守也可以 來 我的目的是要擋住這個人 所以第一個擋人 第一個到那個叉叉去 來 GO 棒 跳9 所以你要在那個叉叉那邊 擋住他 擋住他 OK 所以你先上來擋 另外一個下去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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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球在那邊 你在那邊 這個就是三角進攻的一個原則 當9號在前防守 這個 在前防守 他要的位置 這個有沒有傳球的角度 隨地跳要怎樣 去做這個球的轉移 讓 讓這個中鋒 這就是為什麼他要POP OUT的原因 只有 他可以協防他 如果 他協防他的時候 我以為他就有控擋 來 我們做最後一次 做最後一次 我再教其他的一個系統 來 GO GO 很好 我們創造那些單打的機會了 好 OK 好 難得先休息 謝謝 這個就是 單向掩護 跟雙向掩護 都是球員自由去判斷的 這是MOTION的技術戰 紅的 紅的就下來了 最後一個 好 我們 這一堂課進階到最後一個 我們會 叫WICK 就是 落邊的一個進攻 好 這是 MOTION WICK 是馬仕隊最有名的一個進攻 的體系 你可能看很多很多球隊打過 但他的細節跟變化很多 你只要掌握出原則的話 你會有很多進攻的機會 一號 在中間 一號一號 剛剛那個站位 剛剛的站位 在快攻系統當中 如果你沒有機會的話 來 像拔球線延伸接球 傳球 傳給 傳給二號球員 這個二號球員呢 這個一號球員 你必須要切向落邊 最基本的 你切到那個戰爭點 三號在拔球線的延伸點 所以他傳球的時候 五號要求 立刻到那個戰爭點那邊 三號三檔一 四號做球的轉移 然後 球的轉移 對 轉移 立刻轉移 轉移給一號 三去擋五 傳向掩護 四去擋三 四擋三的時候 三出來的時候 二到空了去 二到踢腳去 對不起 腳落去 這就是 極攻系統的最基本的一個模式 走一遍 來 快 立刻轉移 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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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擋人的時候 從內側防守的那邊擋 來 再跑一次 來 再跑一次 先把圓形交 好 立刻 再交你們點邊來 夠快 下擋 直接下擋 對 很好 好 所以 進階就是 如果四擋三的時候 三接到球的時候 然後四立刻再做一個掩護 來 走一遍 來 走一遍 回頭掩護 接球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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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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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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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接 接 球 很好 接 接 球 然後什麼 四立刻做回頭掩護 對 射手在哪邊啊 在底腳 所以 Go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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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完之後 到那個叉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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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中鋒可以選擇 當硬要求 或是到High Pose 來 走一遍 你可以選擇要求 或是到High Pose High Pose 有沒有 來 籃的上來手 Go 好 所以 籃的罰球 籃的罰球 進不進都算進 然後直接走Wing 直接走Wing Go 好 接球 前鋒劍 Go 好 接球 前鋒劍 對 手 好 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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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剛一號蹲下來 你要下來擋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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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到外面踢球 如果他到外面踢球 一號 這樣被熟悉戰士 如果他到外面踢球 他到外面踢球 立刻變成你門向的力度 往後 擋一手 我們都在用前鋒 出來 好 做 來 這邊也可以擋一號 但是我們先練三擋一 或二擋一 先把那個圓形 對 因為這個變化 來 籃的發球 籃的發球 封線接球了 封線 停 他是不是在找傳球的機會 對 所以什麼 你要全速的到底線 然後呢 快速的拉上來 如果 你的控球 不管他已經被拋架了 或在這邊 有沒有機會 那有沒有機會 對不對 你是射手牽制 他已經看你了 他叫你的名字的時候 你要快速的什麼 這時候他就切走啦 他就切走啦 所以什麼 有沒有機會 立刻做手的轉移 好 很像擋人 擋人 擋人 大掌 他還上我下 miss match就打掉了 所以什麼 要快速 在 控球會沒有機會的時候 你衝到底線 你就要折返了 所以你們講話 你叫他接力 叫你的隊友接力 接一個 先跑基本的圓形 因為接不到 還是有其他的變化 但是你們要把圓形跑好 來 直接往快攻反向跑啦 有沒有變化 很好 很好 機會可以打好機會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單打機會 後面什麼 他在三秒鐘之類 把球送去A線 接受不單打 這個就是好的機會 我們就是在創造這樣的機會 所以你有機會的時候 不要猶豫 不要猶豫 來 你看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找你這個拋馬的機會 你只要跑得正 沒有人可以拋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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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移了 你也知道 轉移了 好 GO 很好 給大家鼓勵鼓勵 謝謝 謝謝 我們剛剛這個講的就是 你看他們是第一次練這個方法 所以如果他會好的時候 走的話 他會讓什麼 他會讓協防線沒有辦法建立 就是說 人員是不斷在動 然後什麼 第一個他遇到內線三打的機會 所以你一走得好的話 內線就有三打的機會 第二個它製造外圍同色的機會 第三個Payroll的機會 這次基本的Win 他們其實跑得非常 如果他們只學5分鐘就跑掉 其實是非常非常誠實 那這是比較基本的 這個Win的模式 那當然有非常非常多Win 通訊Win 所以各位教練在這邊 外公模式的系統 我們知道什麼問題嗎 在這個之前 教練的位置是 我們這樣請問說 我們會直接想說 當然 研教練 對方守區域的話 這個快攻的路線 還能夠跑得出來 如果對方能夠守區域 你就沒有快攻的機會了 因為對方能夠走去附附這個區域 你就沒有快攻的機會了 如果對方守兵人 你才有這樣的快攻系 對方有時間 能夠回去 正好二三一二二三五五 你的快攻基本上 你就沒有辦法去做 如果他有時間站好 你就沒有快攻系統 這個集中性 所謂集中性 他在轉換外公的同時 產生波達嫂 波達嫂說 他沒有 反應對方 所以 他沒有喊說 我打牛角 我打五號 打四號 這叫判證紀錄 他還沒有這樣喊 四號 五號 球一流動 所有人都知道怎麼跑 他還沒有喊號碼的情況下 他號碼叫SELFLAIR 半層系統 所以 藉由總換外公 跟半層系統 就叫極光系統 就叫NEO 所以他正好的 基本上很難傳證 好 這個是 要注意 所以 就是他手續以後 當然可以打去的方法 你也可以照目標 還是會有機會 因為你路線跟空間出來的時候 還是會有機會 OK嗎 謝謝教練 OK 來 各位教練 可以 尼教練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如果 敵方手 二二 這種防守的話 你剛才教的東西 還能不能用 是不是用 還是有方法的用 當然 各位教練可以進 尼教練 你教練的問題 跟高教練的問題是 一回二回 如果 你在搶到藍板的時候 這邊這麼多人搶到藍板 搶到藍板 立刻他們 他是補正一二一 那就沒有 那就沒有 拜功啊 那就沒有總換拜功了 所以當你抓到藍板的時候 你 碰 抓到藍板 二二一已經固證了 一二一已經固證了 所以什麼 你還有沒有總換拜功的機會 沒有 因為他們都這樣好了 你就 那這個比較融化會 他們已經固證正 所以你就要尋求 全場的系統 或全場的系統 或全場的系統 或區域包加的系統 好 很多 但 不在這卡 會有辦法回去 所以 可能各位教練 連續兩次都已經都有這樣的疑問 就是說 如果對方已經固證好 他已經固證好 通常 節奏會給他 慢下來 慢下來 慢下來就會有 這系統戰 他已經固證好二三下 可是他 一抓到藍板 他的圍防系統 可能是他的藍板 劣勢很高 他教練下台 只要頭來 我們放棄進攻 他立刻的 有沒有 立刻的教練 有 你想知道 金鐘籃牌 你整場球這樣打十次 你整場球都抓到三個 金鐘籃牌而已 我 會放棄進攻 如果 我可以跟對方打了十次 我只抓到三個 金鐘籃牌 他的手放快 都得了我三十分 我當然放棄進攻 我說 你們不用講 金鐘籃牌了 你投出去 立刻的 我一定會放二三 跑路進去 但是 這樣子 對方有沒有 有機會 沒有 一投就回來了 所以這是什麼 會牽扯到 防範的模式 這就不會 還蠻促練的 真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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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轉換快速的模式上面 線面上面 路線方面 為什麼要 為我放棄 好 剛剛之前四號 我們沒有發球 所以各位教練 在做一次電 電的熟悉之後 四五號的位置是一樣 誰靠近球 誰就去發球 五號 五號是會 有點 安全的位置 所以包架的時候 他就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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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家裡會走 對不對 對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剛剛 所介紹的大雅快光模式 是 目前 如果 你們使用過最好 或者是說 如果不是 的話 有沒有其他的 整個模式可以去使用 但如果這個是 目前看過最好的 不知道 現在我們來介紹 一些別的 去比較說 現在這個模式很難 然後其他的模式是 比較 差 或有確定的 我只聽過 在美國 我只看過兩種 他們快光模式 第一種就是 我現在教的 也就是 所有大部分 好不好 固定 跟他們 Pancers 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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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另外一個 就是 那麼 許濟德教練 那是 Poke nuevo 大家 police 柴 這 是 詐欺 只要用可充線協防的,你求到邊線的時候,我們就用ATO自動包加 因為你一包加所有協防線都會建立,然後我們在牆邊都會被Denied 讓牆邊的人借鞋,所以去支援旺邊的招 所以讓你更多的時間,那許之德修練的信仰非常成功,在胡編的時候他一定會被Denied邊的信仰 最後他求人的執行,很成功的話,這個信仰就有了 他的Denied邊是希望球令再Den準,然後把這個空間拉大 就比如說,他求滿天,然後這個人會到邊線接應,下一個人還會到邊線接應 然後空間會有減少,這是我看過的另外一個系統 其他的系統沒有接應 所以,可能你也可以去了解這個系統 我看你的防守體系,會跟這個系統 我的防守體系就完全跟這個系統 因為我真的希望球到邊,我是第一邊體系 所以我的任何的職員,會有夠讓球進入統治 所以我們在訓練的時候,我們在訓練 然後我們希望,我們的防守體系希望好球引導到這個角度 就是,這個胸對著這個角度 所以一對一的時候,他沒有在這個空間的系統 對,這個是我學的體系 那另外當然,絕對會有其他的體系 那,你看,那個教練,你的防守體系 有沒有跟那個系統都會說,或是你相信什麼體系 我可以很想跟小布希姐各位教練 因為我在零排,零排大學學習的時候 在我們教練派出我去記錄的時候 那我學習了九個月一個球進 好,我也參加了一個CAM 那些教練也帶我去參加很多獎集 那我就跟他們說,教練你覺得 我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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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 那你覺得零排他還可以幫忙吃什麼 然後,我跟教練跟我講一句話 那我跟一輩子的揍作 他說,教練 你一定要記住我 你相信的方法跟系統 就是最好的系統 所以你必須要去相信那個系統 然後去專研那個系統 它就會成為最好的系統 不是說你在學習跟同一個講習 同一個教練,同一個學校學習之後 你不斷地去更改你的系統 第一個,你要確認你相信什麼系統 這個系統是自己相信的 然後你去專研那個 因為在美國很多系統 每多也有共同一中的系統 不斷讓你切入中間 也有這種系統 所以他告訴我說 你相信的系統就是最好的系統 所以,你要去專研那個 第二個小故事 就是,今年的1910 他也有給我們所有的教練 我們所有的教練 在籃球課堂上的講習的時候 他不斷地要跟那個教練 要他最好的方法 所以教練 你最好的破技能的方法是什麼 教練 你最好的破區域的方法是什麼 教練 在對方從211的時候 12的時候 你最好的破技能方法不行 這個教練 他執教30年在高中 也叫做大學 也幫做NBA學校 他在第二堂課的時候 他說 好,沒關係 我回去 我回去 第二堂課的時候 我再告訴大家 他就在A版上寫 No Magic Race 沒有最好的方法 世界上沒有最好的方法 只有熟悅之執行不足 你拿簡單的Wing 馬式隊長 都去Wing 全世界沒有人手的步伐 各位教練 你可以像是TOW U 在一部上面 T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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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就是這個U 你去拿馬式隊長 T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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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教練 請你們 一定要相信 No Magic Race 世界上 沒有最好的方法 只有 好的執行者 所以 你上去看 T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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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的時候 當我教教我看的時候 我看TOW T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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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就 給他鼓掌 他跑的 這個位置跟時間 我們會 用清爽的角度去看看 好 所以其實這很細節 因為馬式隊 有所謂的 10層訓練 MH GRO 因為他們在10層之內 找機會 就是為了要訓練這個 工訓練 所以他們 非常厲害 所以現在就可以再看一下 然後 這一個 是即使勤收 你也沒有辦法 去從事他的 好 我認為 這很難 因為 當然我還沒有交到 橋邊的進度 有REAT 的狀況 所以控球會走哪邊 其他四個人 就相同打定 他可以走後邊 他可以走後邊 跟古瑜似 跟戰術一樣 他沒有任何能量 他只害控球後會走上去 這是 我們教練 給我的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故事 然後現在 我都會提醒自己 因為 其實UV上面 有上萬種包包 你可以查到 立陶宛 國家隊的 Main Group HP60 我們都要查到 什麼 你也比較省事 任何世界台 一千步 或是閒時 國家的 戰術書 你都可以在公布上面 你只要把 立陶宛 Main Group 他的 好戰術 畫面 都在那邊 所以 你要知道 大家都要學你 世界上最好的戰術 上一步就好了 無辨 絕對可以 這個戰術的細節 跟執行力 當然就是 看你要不要去專演 因為有非常非常多的力 依照球員的作型 你有沒有射手 有沒有沒有戰術 你有沒有好的中鋒 你有沒有沒有後衛 你有沒有沒有後衛 你TKROM 你後衛 都會牽扯到你戰術的使用 這是 我在學習戰術的時候 教練給我解釋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這張課 都沒有負責 謝謝 包裝